波斯登集团关店149家 对万元宇荣服仍不罢休 继两年前推出万元宇荣服预冷之后 波斯登对万元产品仍不罢休 11月25日 波斯登发布了最新财报的同时 也发布了最新产品登峰2.0系列 最高售价1.49万元 波斯登不断在宇荣服产品上推陈出新 从中高端再次向高端发力 而其原本注重性价比的品牌宇荣服营收 却开始大幅下滑 如今 在万元产品购买人数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波斯登这次能否重新定位品牌形象值得深思 分产品看 以聚焦中高端波斯登品牌为主的宇荣服 是波斯登集团最大的收入来源 而其他品牌贡献甚微 据其中期业绩报告显示 旗下波斯登品牌所带来的收入为32.46亿元 同比上升了19.1个百分点 在整个宇荣服销售额中 占比达93.5% 2021年9月底 宇荣服业务的零售网点总数 相比去年年底 竟减少了149家至4001家 其中包括波斯登 雪中飞 冰杰等品牌 不过 在加强线上分销模式 增加产品和人群覆盖的同时 冰杰宇荣服也在清理库存 收缩线下门店 原因则在于 售价最高的珠穆朗玛封款定价 达到11800元 价格最低的也是5800元 对于年轻人而言 或许不愿意掏上万元 来为波斯登与荣服买单 但目前 在消费者们开始回归 国产品牌的背景下 波斯登想要扭转用户 心目中高性价比的品牌形象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